恐怖民宿 老板迷婚女房客猥亵 花蓮市国民八街 这间小礼生活馆 以日式套房刑事出租 44岁老板李玉琪 却打着民宿知名缆客 他遭多位女房客指控 在提供的饮料和蛋糕下药 迷婚女房客趁机猥亵 去年7月 三明住宿的女大生 喝了她提供的咖啡 感到头昏 其中两人情况不严重 外出购物 她潜入房间 强吻抚摸昏睡女大生 女大生惊醒大叫 她才夺门而出 但因罪证不足 她今年4月火不起诉 今年6月 一对母女房客 吃了她给的蛋糕 也陷入昏睡 她趁机对女儿上下棋手 有住过这家生活馆的民众 也在PTT上po文 指朋友在洗澡时 她疑似躲在隔壁茶水间 从气窗偷看 也有民众在部落格控诉她 从厕所窗户偷看女生换衣服 检警前天前往这间生活馆搜查 在老板车上查出一根针头 并在房间厕所内 找到疑似含有迷藥成分的白色液体 并搜出女性内裤和证件 将证明老板送办 但因没查到具体试证 检察官已将她赤回 警方昨晚回到小李生活馆查访 一人去楼空 她对这个学生的指控 她都一概否认了 相关的这个资料笔录 这个移送给检察官 那后来检察官是因为 罪孙不足 不贵以其处 那另外这一对母女的部门想 这个案子现在检察官还在侦办中 我们知道今年10月1号 接到警察单位的通知 我们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违法经营状况 她已经停止营业了 并且房子也已经转卖出去 我们还是移民诉法有给予处分 动新闻花莲报道